好 请你轻轻的闭上眼睛 缓慢做深长的呼吸 吸气 吐气 脊椎挺直 当我们脊椎挺直的时候 能量更容易的流畅的流动 吸气 吐气 放松 现在观想在你心中有一团火的能量 它正在汹汹的燃烧着 这火的能量开始从你的心中蔓延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融化你的心 融化你的心房 感受到这火焰的能量扩张 让自己非常安稳地坐在其中 记得缓慢深长的呼吸 吸气 吐气 感受到这火焰正在燃烧你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紧张压力的地方 进入到你的头 脖子 肩膀 进入到你的下腹部 背部 双脚 现在呼吸火龙来到我们的身边 透过火的能量再次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上地平的频率 火龙告诉你 请你打开你的心 接着你开始感受到在你的胸口有一道金色的光芒 这道金色的光芒是黄金 阳身之光 是由大天使脉打场摄入进入你的内心 并在你的胸口当中也持续地扩展 金光提高了你身上所有的细胞的频率 后 肩膀 身体 器官 细胞 双脚 现在你已经被这金光完全地包围了 灌一下你的身体闪闪发光 现在我们将迎接 元素精灵的王国 也就是烽火水土的精灵 首先来到你面前的 是土精灵 Goblin也就是丑精灵 丑精灵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他开始对你说话 他说 土地与我们都是相连接的 如果没有地球 没有这块土地 我们将没有办法生活以及生存 他希望透过与大家的连接 能够提到提高每一个人 环保保护的意识 现在呢 土精灵也就是Goblin 他拿出了一张尺出来 他要你签下了一个协议书 那这个协议书的内容呢 不外乎就是 首先你必须要爱护你的身体 允许自己吃健康的食物 保护环境 珍惜地球所有的资源 食物 水源 在地球上 敬你的一份心力 好 现在呢 他拿了一支笔给你 请你签下你的协议书 你的通义书 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写下来 你可以签名 当你签完名之后呢 这个统义书变成了 金色的能量 进入到地球的核心里面去 这个时候土龙 这些时候土精灵 Goblin非常的开心 他开始告诉你说 他开始蹦蹦跳跳的 对你说 他已经决定要当你的朋友了 因为呢 土精灵呢 其实呢 有的时候是有点小难搞的 这个时候呢 他送了一个礼物给你 就是一颗水晶 你可能看见这个水晶 以不同的颜式跟形状出现 他把它放在你右边的肩膀上 他并且对你微笑 不要喜悦跟开心 他很开心的 他能够为这个世界 尽一份心力 那么同时之间呢 你也可以观想 你想要送土精灵一样礼物 他可以是任何想象出来的礼物 不论是食物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小礼物 我们都可以想一想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他的 或者是一个爱 就是很简单的用意念传送爱给他 接下来呢 是水晶灵 那就是 我们今天迎接的水晶灵不太一样 是美人鱼 是美人鱼 美人鱼非常非常的温柔 它的能量非常的纯净 它的心非常的柔软 来到你的身边 它将海之花 放在你的头上 它告诉你 学习温柔的对待自己 就像水的能量 就像水的能量流过你全身一样 现在 美人鱼将它的双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它将那股滋养 纯净的能量 也注入到你身上 告诉自己 我会温柔的对待我自己 放下我对自己 严苛的要求 以及完美的要求 感觉水的能量呢 融化了你的心 接着美人鱼在你的身边歌唱 将美妙的频率送进你的耳朵 也激化你的耳朵 接着它给你一个深深的拥抱 祝福你 它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 接下来是风精灵 风的能量也是一样非常的温柔 风精灵说 不需要去执着 也不需要将自己 停留在原地 多时候我们对事物的执着 让我们无法向前 无法迎接新的能量的到来 风的精灵 一样由风包围着你 它开始为你送上许多的祝福 爱的祝福 信任的祝福 喜悦的祝福 同样告诉你 打开你的心 接受所有新的事物的到来 现在我们 送爱的能量 给风的精灵 感谢它 最后 我们要迎接的是火精灵 也就是火龙跟火西 火龙来到我们的面前 它拿着一把剑 它告诉你 你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其实你的思想 就是你力量的工具 你可以透过你的思想 将所有生命当中 不再需要的一切 全部都斩断 不论是你的烦恼 你所执着的事物 痛苦 担忧 都能够透过你思想之间 而被完全地切除 切掉 现在 请你拿出这把剑 想想有什么事物 是你已经愿意放掉的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这把剑 思想之间 切除 火龙告诉你 我不需要任何的回报 但是就允许我 持续地与你同在 待在你的身边 成为你的朋友 来协助你 走上阳身之道 你可以轻轻地用你的手 摸一下火龙的头 感谢他 也感谢他的陪伴 当我们说完之后 有许多的精灵 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并环绕着你 形成了一个圆圈 他们开始 大声地唱歌 可以感受到 喜悦的能量 以及频率 韵律 全部都进入到 你身体之中 他们为你带来祝福 以及喜悦 爱 他不断地提醒你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分别 现在 观想 这些精灵们成为了光 与你融合 与你定在的光 完全地融合 没有你我 只有一体 现在我们要开始与元素精灵 一起合作 净化地球的影响 持续在你的空间里面 我们请大天使Michael 为我们披上 深蓝色的防护斗篷 并让自己的能量 完全地深入大地 与大地母亲连结 我们启情火元素的大师索尔 带给我们火龙和火蜥蜴 现在用你的意念 把火龙和火蜥蜴 送到地球上需要光的地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 想法 直觉 将火龙和蜥蜴 送到地球所需要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国家 观想着 他们把低的能量 完全地透过火 而烧毁 观想着 他们非常地忙碌地 在做他们的工作 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接着我们召唤 风元素的大师多姆 请他为你带来 风精灵 小仙子 风龙 请风的元素的精灵们 将刚刚的火焰 透过风 让它越烧越旺 让火的能量 逐渐地增强 持续进化的工作 接着我们 我们请水元素的大师 奈普敦带来水女神和雨水 进化我们刚刚所进化的 所有的地方 直到它干净发亮 并看到闪闪发光的雨水 冲入地球之内 接着请土元素的大师泰亚派土龙 来透过这个地方的土地 散播新的振动的能量 同时间也感受到土龙 将新的振动的频率 送入到地球的地脉 也进入到地心 再来请独角兽和大天使 Christia的天使们 永远用基督之光 希望鼓舞和纯净之爱 照耀这个地区 你可以观想 这基督之光 金色 白金色的能量 遍布整个地球 也进入你所在的空间 你的家 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向所有的元素大师和元素精灵 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也同时间感谢自己 现在请你做缓慢 顺畅的呼吸 吸气 吐气 也回到你所在的空间 回到你的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